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概述如下 首先 我们的2024系太平洋国际航自科考队 已经抵达了首个作业区 随着深海一号船的到来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将进行5次下潜作业 首次下潜计划在18日进行 并且还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外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 这次科考将为研究该区域生物多样性 提供重要数据支持 其次 小熊电器推出了精选宿舍套装 包括养生壶 多功能电阻锅和三明治基 现已在京东平台上架 标价249元 但在8月23日零点特价仅199元 这些产品功能多样 非常适合宿舍生活 最后 Anchermatgo 2.0无线充电移动电源 在京东开售 这款移动电源拥有1万毫安时容量 支持15W无线充电和27W有线充电 售价379元 并且配备了LCD屏显示 剩余电量及充电时间 是现代数码生活的好帮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 新华社深海一号 8月18日电 记者王玉浩 2024C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队 随深海一号船 于船时18日零时许 北京时间17日22时许 抵达位于西北太平洋海域的首个作业区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将在首个作业区 开展5次下潜作业 根据下潜计划 首次下潜作业将在18日进行 航次首席科学家许学伟和前航员齐海滨张义 将搭乘蛟龙号 在海山山坡到山顶观察 即拍摄海底生物分布 采集生物 水体 地质样品 获取环境参数数据 并全面测试潜水器的各项功能 许学伟说 在首个作业区 将通过5次下潜 进行底漆生物和水体环境调查 为研究该区域生物多样性分布规律 联通性和环境梯度变化 提供样品和数据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蛟龙号将在首个作业区 迎来本航次首位外籍科研人员下潜 来自哥伦比亚的科考队员 海梅·安德烈斯 计划于19日随前航员傅文涛 赵生亚下潜 他们将对海山山脊潜在生物开展调查 并采集脆弱性代表物种 海底沉积物 岩石 底层海水等样品 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 由自然资源部 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组织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实施 计划在西太平洋的三个作业区 开展18次下潜作业 调查海山生物类群 掌握海山位置 环境特征和生物群落组成 为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大科学计划提供支撑 网易 IT之家8月17日消息 小熊电器推出精选宿舍套装 现已上架京东平台 包含养生壶 多功能电主锅 三明治基三款产品 官方标价249元 8月23日零点特价199元 小熊1.5L养生壶YSHJ15H8 采用316L不锈钢壶盖边 316L不锈钢发热盘 高棚规玻璃壶壁 提供烧水 花茶 保温等12种功能选项 温度在40至90摄氏度范围内 可调 每5摄氏度 可调 小熊多功能电主锅 支持针 煮 涮 煎 煎功能 300W 600W 两档可调 容量为1.2L 采用机械旋转按钮控制 锅身内壁 不粘涂层 小熊三明治青石机610W功率双面云烤 烤盘材质为铝合金加不粘涂层 升级加深烤盘 加宽封边 双盘可拆 此次推出的宿舍套装 不仅价格实惠 还涵盖了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多种需求 成为了宿舍生活的得力助手 网易 IT之家8月17日消息 安客MacGo 2.0 无线充电移动电源 目前已在京东开售 该移动电源主打725W无线充电加27W有线充电 售379元 这款移动电源可选黑白篮子四种颜色 不过商品夜宣传图以白色版本为主 其背面自带支架 侧面配备一块LCD屏 可以显示移动电源剩余电量 及手机充电剩余时间 正面拥有12n磁力圈 可以吸附iPhone等手机为其无线充电 规格方面 该移动电源标称拥有1万mAh容量 无线充电至高15W功率 有线充电至高27W功率 边充边放时至高提供20W自充功率 IT之家负移动电源参数信息如下 网易消息 三星Galaxy S24 FE手机通过了印度BASE认证 预计将在今年10月发布 根据91Mobiles的报道 这款手机型号为SMS721BDS 并将搭载Exynos 2400E芯片 配备6.7英寸FHD加120Hz显示屏 峰值亮度高达1900尼特 电池容量为4564毫安时 提供蓝色、绿色、黑色、石墨色和黄色 五种颜色选择 此外 Galaxy S24 FE配备了5000万像素主摄像头 12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 和800万像素三倍光学变焦 前至1000万像素自拍摄像头 ETNOS报道称 三星还计划在12月发布 Galaxy A16手机 网易报道 第三届全国实算学术与产业发展研讨会 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开幕 以文化传承、产业拓芯为主题 旨在推动我国实算科研 产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实算 学名红花实算 是一种要赏两用植物 其临经富含治疗 埃尔茨海莫病的要用生物检 加兰塔敏 研讨会期间 业内专家讨论了切花生产 市场开发 优良品种的选域与推广等话题 现场还展示了 南京中山植物园标本馆 珍藏的六件实算标本 和第二届全国实算品种展 展出了多幅 以实算为主题的 试文书画及摄影作品 网易报道 中国航天工业集团 推出了硬核科幻 IP南天门计划 讲述2043年 人类面对外星和地壳深处 归基生命威胁的故事 该计划展示了 蓝鸟空天母舰 选女空天战机 成影战术机器人等模型 吸引了孩子们的无限想象 南天门计划 由中航环球文化传播 北京有限公司构建 包含50万字的文本 和近100件武器装备设计图 计划中的装备设计 结合中国航空工业的科技发展 展现了浓郁的中国人文色彩 此次活动 还与上海市创展科普发展中心合作 旨在通过科普和科幻 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航天梦 网易 阿里巴巴在武汉的最新布局 引起了广泛关注 近日 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 与武汉市武昌区签订合作协议 宣布全球速卖通武汉产业园项目 正式落户武昌 这一项目将主要辐射中西部地区 旨在通过聚集跨境电商 物流 数字经济等企业 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助力本地中小外贸企业 跨境出海 全球速卖通 目前已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超过1亿的海外成交买家 手机APP用户也大幅增长 武汉树创大厦 作为该项目的落户地点 将通过高标准企业隐喻 和全方位保障服务 打造及产业 空间 配套为一体的数字经济集聚区 阿里巴巴国际数字商业集团的强劲表现 也在其最新财报中得到了体现 国际零售商业增长38% 跨境业务 尤其是速卖通 Choice业务表现尤为突出 网易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 上海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至2027年明确提出 到2027年 上海将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天空之城 这一方案 计划通过支持电动垂直 起降航空器 工业级无人机 和新能源通航飞机 研发制造领军企业的发展 建立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体系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也发布了上海市信息通信业 加快建设低空制联网 助力 我是低空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推进低空通信 胆值网络布局 未来 上海将加快研究金山区 青浦区通用机场规划 建设低空经济特色园区 和低空经济总部集聚区 推广物流运输 应急救援 低空文旅等多样化低空应用场景 逐步推进5GA低空通感 一体网络覆盖 探索商务出行 空中百度等新型消费应用 网易 在香港数码港举办的 数码娱乐领袖论坛 2024聚焦人工智能驱动 web3.0娱乐创新 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 和企业代表参与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香港作为数码娱乐中心 具有重要地位 并积极支持数码娱乐发展 特别是web3.0生态系统的建设 数码港董事局主席 陈茂明则强调 人工智能正在深度融入日常生活 并推动各行业转型升级 论坛设有四大主题的互动体验区 近50种体验活动展示了 AI在智慧生活 机器人技术 运动与游戏 艺术与文化等领域的应用 超过30位来自国际及本地知名科技企业 和院校的专家 分享了他们在利用 AI和web3.0推动数码娱乐 和智慧生活变革方面的见解 IT之家消息 8月17日 苹果公司向部分iPhone用户发送邮件 邀请他们注册Apple Card的信用卡 并承诺在9月3日前注册的用户 可获得300美元 约2150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金 这是Apple Card历史上最高额度的激励 此前的补贴额度仅为50至200美元 要获得这笔奖金 用户需在注册后的60天内 消费至少1500美元 约10752元人民币 达到消费目标后 奖金将以每日现金 Daily Cash的形式自动发放 腾讯报道 8月15日 京东集团发布的2024年二季度财报显示 京东营收达到2914亿元 同比增长1.2% 净利润达到145亿元 净利润率首次达到5.0% 京东通过加强平台基础设施建设 和数字化转型 释放了成本与效率的优势 在线上线下市场 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京东还融合了AI技术 商家可以快速完成商品上架 和店铺装修 京东在电商低价竞争中 采取了多样化策略 扩展了比价平台和品类类别 并通过家电家居换新服务 和实体店铺布局 进一步巩固市场份额 京东的家电战略已出建成效 未来将继续扩大线下市场 计划新建和升级超过2000家门店 腾讯消息 越南警方正在调查32个风电项目 而中国在越南投资了大量风电项目 越南缺电 长期依赖中国的电力支持 但越南也希望掌握风电设备技术 以自己自足 越南的海上风电潜力巨大 尤其是中南部的平顺省 中国电舰在越南签订了多个风电项目合同 推动了越南的风电转型 然而 越南的政治内斗和对外依赖的矛盾 使其对风电项目的调查充满不确定性 越南的动向提醒我们 在与越南的商业合作中 需谨慎对待技术转让 确保核心技术和商业利益不受损害 网易的文章指出 智王警告 AI搜索初创公司密塔科技 指其未经许可在AI搜索结果中 呈现学术文献题目 目录及摘要内容 构成严重侵权 密塔科技对此表示疑惑和不理解 国际著名期刊自然的编辑 伊丽莎白吉普尼也指出 许多学术出版商正在将研究论文 授权给科技公司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但作者却没有获得任何收入 人工智能模型依赖大量数据进行训练 学术论文因其内容丰富 信息密度高而成为重要数据来源 然而 这涉及到严肃的知识产权问题 根据著作权法 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多项权利 出版社也享有相应的权利 虽然著作权受到相应的限制 但合理使用他人作品应具有公益性和非盈利性 如果基于盈利目的而免费使用他人作品 显然构成侵权 训练人工智能的公司应在著作权法 框架内运行 不能打着科技创新的旗号侵权 腾讯报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 著名计算机专家审讯榜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4年8月16日凌晨 在西安逝世 享年92岁 审讯榜是中国芯片计算机的开拓者和倡导者 曾参与两单一星专用微计算机研制 设计了我国第一台小规模和中规模集成电路建载计算机 提出了多重积分误差校正新方法 建在增量计算机新体系结构 火箭控制系统计算机测试方法 取得了突破性技术创新 50多年来 他始终坚持自主创新 为实现自主可控的计算机技术发展 奉献了毕生经历 他的事实是中国计算机界的一大损失 网易的另一篇文章报道 美国诺斯罗普 格鲁曼公司研制的Model 437型隐形无人机 首次出现了一个驾驶舱 令外界颇为费解 诺格公司为无人机配备驾驶舱的做法 可能会让该公司在争夺为美国空军和海军提供数百 甚至数千架高度自主无人机的激烈竞争中 获得独特优势 这架无人机可以携带4000磅燃料 能以0.8马赫的巡航速度连续飞行3000海里 内部弹舱可携带1000磅载荷 诺格公司可能通过有人驾驶的方式 摆脱美国对无人机操作空域和方式的限制 进行更多是非科目的测试和训练 同时诺格公司也可能衍生出一种低成本 隐身轻型战术战斗机 推向出口市场 各大公司纷纷推出无人机样机 竞争美国海空军中程辽机计划 因为采购数量巨大 一旦中标 获利将非常丰厚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